香港TVB最新传出财源消息 据说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里面 TVB因为吃巨资买下香港地区的独家转播权 但是他们的广告收益却远远不能填补支出 加上收费电视业绩和海外电视业务 录得将近7000万港币的巨额亏损 因此TVB高层已经下达各部门 短期内要上缴一份财源名单 估计整个TVB会有多达100人被裁 据报这次裁员的重灾区将会是幕后人员 当中包括网络电视和收费电视的员工 而且综艺科亦将成为重点 反而戏剧组就因为经常被骂制作随随便便 所以高层只要求戏剧部尽量削减外景之初 不过部分之前离开TVB到香港电视发展 后来又被港市裁掉回潮TVB的艺人 就通通改签两三个月的短期合约 这样的好处是 外音人员抄编又要裁员 TVB也不用额外再付遣散费等员工福利 但如果综艺部真的受到重点裁员 那TVB的综艺节目一直被批指挥抄袭的老毛病 恐怕只会病入膏肓了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